上集说道 行到茶楼处 袁坤仪见几个年少书生 正在斗诗 其中一人间墨不语 正经微作 听闻他人诗句 目不斜视 不敢有丝毫怠慢 袁坤仪看着此番情景大笑道 此后辈定成大器 柳泽行和袁天启听后 心中好奇 为何袁坤仪有此断定 三人随即也进了那茶馆 择了个好地方 待一壶好茶端上 袁坤仪便和柳泽行袁天启 讲述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 命自我做 福有己求 认识英国 改造命运 大家好 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 了凡四郡 第二十八集 满昭损 千寿意 以吕通诸公应世 可要等于宇宙的故事 千寿意 付宇宙之为宇宙的故事 孙学妙在宇宙之为之为宇宙的故事 京城会试 同去的家善同袍 总共有十人 其中 以丁斌年纪最小 态度 却极谦虚 元兄 丁兄 今日 咱们就在此落奖了 废兄选的这个客栈好啊 极地喽 这是祝你我三人登科极地呀 可不是 房间都被抢光了 你看看 咱们同乡十人 我也就定到了三间房 可是不易啊 想必废兄为了讨这个彩头 定是废了百般周折 小弟在此谢过了 哪里哪里 我这还不是 托了京城亲戚的福 才有了这等好运气 莫要多言 快快进去洗个好澡 睡个好觉 晚点时候 京城的繁华夜市 可不等人啊 元君仪三人 进入客栈 只见里面人满为患 乌央乌央地人头攒动 倒不像是个客栈驿馆 像极了那早上开市的时候 买糙米啵啵的门前排起的长队 费锦坡好不容易拖亲戚预定的上房 自然是不愿意拱手让给别人的 于是他削尖了脑袋 一溜烟地钻进了人堆里 不一会儿就挤到了柜台前 拿到了 拿到了 上好的房间啊 推开窗子就能望进满城的风景 这心情好 考试发挥得也好 你们说是不是啊 还是费兄有本事啊 这等人山人海 也能让你得了三间上房 三人正准备到楼上去放下行李 那人群中竟传来殴打声音 吓得其他赶口学子纷纷退后 大堂瞬间安静下来 那殴打声显得更加清楚了 客官息怒 您就是打了小的 这上方没了就是没了呀 哼 我可是早早托京城里的朋友定的 怎么可能没了 定是你这小二从中收了好处 把我的上房出给了别人 若是我此番没能集地 都是你这丝坏了我的彩头 客官严重了 小的哪有那个本事 你可知我叔父为何人 沈娘又是何人 我不管 今日我若是住不到上房 就掀了你这吉利楼 谁都别想掏彩头 好一个泼皮无赖 我呸 他要是能集地 我就把名字倒着些 可怜这殿家了 看来生意好了也有难处 祸从天降吧 正在这时 丁斌上前说道 这位同妻 若不嫌弃 我可将我的上房让给你 请别为难殿家了 这位小兄弟倒是有点眼色 等我日后集地败官 少不了人要八戒 怎么还会有如此没眼力的小二 丁兄 让了房间你睡到哪儿啊 不急不急 我定给公子安排个干净的房间 还真比不上那上房 这么小 窗户外面是围墙 框线也不好 这不打紧 我又不在屋里翻跟头 殿家还多给了我几盏油灯 不妨试 真是便宜了刚才那个无赖 白白住了上好的房间 丁兄素来谦让 又怎会与那骄傲蛮横之辈计较 你我也快去收拾行李 也好晚上 一同上那夜市才是 离开了丁斌的房间 袁坤仪和费锦坡 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一个时辰过去了 费锦坡前来敲袁坤仪的门 白天窗外喧闹 无法安阵 于是特向殿家讨来一壶好茶 和坤仪当窗对坐 跳往舒怀 为何不叫丁兄起来 他那个偏僻的小房间倒是安静 已经睡下 叫不起来喽 这就叫祸福相依 咱们这个丁兄的歌响 日后难免受挫 特别是那官场 风云诡诀 该如何容得下这般清心寡欲 谦虚恭敬之人 我倒是认为 丁兄为人谦和 但内心坚定 犹如清水至于湖泊 或至于悲腕 都可被容纳 随行 随姓也 我断言 此行可取 丁兄定中 这可不像是元兄的口气啊 如此这般果断 怕不是要和我赌上一壶好茶 小弟可不是妄自揣测 乃有根据 你我皆知 唯有谦虚才能受福报 你看识人当中 有谁像丁冰这样 千功老实 不敢抢在人先 有谁像丁冰这样 恭敬 顺畅 做事小心畏惧 有谁像丁冰这样 寿无 不还口 听棒不辩解 人能如此谦虚 天地 鬼神都要保佑他 哪有不发达的道理啊 数月之后 接榜提名 丁冰果然名在情中 好啊 真是好吃啊 兄台好诗文哪 茶馆之中 那坚墨不语 认真听他人做诗的书声 果然一鸣惊人 引来再做一片掌声 袁冠仪抿了一口好茶 微笑着放下茶杯 继续说道 丁丑年秋日 我回乡探亲 正遇上家善 兴任赵支县上任 其子赵玉峰 博学多彩 聪慧过人 随父从山东贯县 迁居于此 因为年纪和我相仿 加上赵支县 有意促成 时常带着赵玉峰 来家中做客 于是我和玉峰兄 便结了金兰之好 经常一同出游 那日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流伤诗会 文人雅客 聚集一起 吟诗作父 好生热闹 小二 来了 来壶茶 回谱落帆尽 长堤带锅匣 木烟平土树 春雨搏沉沙 白挺藏鱼室 黄毛富九家 一瓢云水外 不负问年华 好 兄台好试闻啊 这家善名士 晦集于此 切磋技艺 好生热闹 但玉峰兄 却独作饮酒 也不愿上前一盏才华 这是为何 坤英兄尽孝了 我那浅薄的学识 不登台面的 再者说 这家善名士 我心属前名无 此乃学问最大者 我亦未曾谋面 我只知他行踪不定 今日也未到此处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看来玉峰兄十分仰慕前学识 为何不登门拜访 先不说我初来家善 无人引荐 我那浅漏的学识 怕也是不敢登门拜访 我虽少年勤奋 不到二世纪中举 可之后数年会试 兼名落孙善 玉峰兄多虑了 即使明氏 自不会有如此武断 狭隘之心 想那古人明氏 不也有屡氏不地的情况 但世人又如何否定 他们的才华呢 两人说到这里 坐在一旁的年轻诗人 正仰着脖子 灌下了半壶美酒 酒劲正浓 又听到了身旁两人 谈到了前鸣吾 不禁大笑起来 袁坤仪和赵玉峰疑惑不解 只得发问道 兄台为何大笑 我笑你啊 太不知趣 那前鸣雾也是个狂妄之辈 脾性高 墓中无人得狠 此等明氏 你还要前去讨教 这不是自讨折辱吗 兄台这般见解 想必也曾去那 前鸣吾的门上讨教过 还望指点一二啊 吾辈如此意气风发 岂能受那老气横丘之人 指手画脚 也罢 你们若真心要去找罪手 就赶紧回家做文章 待中秋之日 前鸣雾必去那云湖 吃上饭粥 你们死寂而动 亦能遇见 得此消息 赵玉峰即刻启程回家 闭门席座三天三夜 终于得一篇文章 中秋之时 赵玉峰和袁坤仪 泛舟于云湖 得见前鸣雾独卧小舟 任船随着风向飘荡 不知去向何处 二人将船划到前鸣雾跟前 两船并行 赵玉峰正惊危坐 等候前鸣雾醒来 半晌 那前鸣雾伸着揽腰 才算醒来 一睁眼 见面前有两位年轻人 正恭敬地等候 便也猜出了来意 他接过赵玉峰递过来的文章 看了没多久 便翻过身子 把手伸进了湖泊里 然后在文章中 一行一行地划过 索滑之处 墨迹运开 整篇文章变成了涂鸦之作 袁坤仪心中好生可惜 他转头看向赵玉峰 谁知他竟面无韵色 反而恭敬地接过文章 又对着前鸣雾行大礼拜谢 那前鸣雾见赵玉峰毫不生气 倒是终于开了口 约他三日之后 云湖一见 随后赵玉峰又是闭门三日 终于将那文章的笔墨运开之处 一一修改 再次呈给了前鸣雾 前鸣雾接过文章细细品读 这才露出了笑容 袁坤仪经此一世 更了解了赵玉峰的为人 每当袁坤仪和旁人谈及此事 他都会说道 如此虚心用功之人 实在是少有 将来必成大器 茶馆内 袁坤仪继续和袁天启柳泽行 说着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 他望着那群斗师的年轻书生们 不禁心中感慨 岁月一世 不出所料 第二年 赵玉峰果然考中 随后 他便离开了嘉山 赴任旧织 此后啊 我们也仅有书信往来 时间长了 也就断了阴心 谁说不出事啊 谁说不出事啊 数十年的光景过去 烫年的种种际遇 依然历历在目啊 我曾听闻父亲说 丁丑年在京城里 袁世伯和冯开之世伯一同前往考试 同居在客栈的故事 那个时候 您和我父亲也谈起过 说冯世伯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此番定能高中 果然当年 当时我与冯兄同居于客栈 见他总是虚心自谦 面容和顺 一点也不骄傲 和儿时的他大有不同 另一个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考生 名叫姬姬炎 时常当面指责冯兄的错处 但却只看到他平心静气地 接受朋友的责备 从来不反驳一句话 一个人有福 一定有得福的根源 若是招致灾祸 也一定有招获的预兆 只要这个心能够谦虚 上天一定会帮助他 再比如说 仁臣年 我入京城去觐见皇帝 见到一位叫下见所的读书人 他的气质 虚怀若骨 毫无一点骄傲的神气 而且他满脸流露出谦虚的光彩 我回来告诉身边的朋友说 凡是上天要使一个人发达 在没有给他降服时 一定先开他的智慧 这种智慧一开发 那就是浮华的人自然变得诚实 放肆的人也就自动收敛了 下见所温和善良 是已开了智慧 随后 上天一定要降服于他了 果然 果然 等到放榜的时候 剑锁兄 果然考中了 元坤仪说吧 将一杯好茶引进 此时茶楼门口热闹起来 元天启好奇地伸着脖子 向外面看去 街上里三层外三层地 站着围观群众 李如柏那莽夫的粗嗓门 倒是听得清楚 茶楼的店家连滚带爬地 从楼上急忙赶下来 一下子就扑到了门口的人堆里 生生从里面 拉扯出个鼻青脸肿 穿着布衣大褂的说书仙声 听着旁人你一言我一语的 元坤仪三人 也算是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坏就坏在这个说书先生 时运不济 本想趁着这辽东军进城的大事 说说那将领们的一文去世 也好多懒些个 爱凑热闹的客人 赚上笔热钱 谁料这李家三口皆为将领 只有这李如柏的名声最差 说到了他的意识 可没几件能入耳的 更比不过父兄威武 这不 今早这说书仙上刚开了章 就遇到了上街采买的李如柏 招了一顿白打不说 这县态也可也难做主了 还得低头弯腰地道歉 这县态也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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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庐山东林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出品 监制王金华 常洪 导演刘家欢 改编王写写 演员李家思 昭昭 张若冰 张家琪 刘淑辰等 此剧由北京嘉义上德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